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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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指你吃了那些免疫的那个抑制剂 或者是说你有做化疗 有去洗肾等等 这些免疫异常的 都很容易得到这个病 临床研究指出严重的感染 不论是病毒 细菌或是霉菌引起的 会造成各种器官功能变差 称之为败血症 更严重的时候血压会降低 器官损伤更加恶化 如果补充体液水分之后血压还是低 不得已要使用生血压药物 才能提升血压来维持器官组织的血流足够 称为败血型休克 死亡率大约三成五到四成 台湾感染管制中心谢宗达医师说 医师会告知病人和家属说病况危急 严重器官衰竭的病人会入住家户病房 接受严密的监测和治疗 要成功度过败血症 需要尽早使用正确的药物 像是对抗细菌或是霉菌的抗生素 因此需要完整的检查以确定病原菌 台湾感染科林尹聪教授进一步说明 其实各种细菌都有可能 那各个器官的感染也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治疗上 除了快速正确的抗生素 然后找出感染源 能够去做引流的地方就引流一败 有的时候也要根据这个导致败血症的细菌 它的抗药性的特性选择最合适的抗生素 不管是剂量要足够 时间这个也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此败血症期间各种器官衰竭和并发症 也都需要药物治疗和各种其他医疗处置 来支持受损器官功能 谢宗达表示如果顺利度过败血症 还得看当时身体是不是能够逐步恢复 如果不幸身体经过大战 加上原本的慢性的疾病太严重 生活品质不理想 也要和医疗团队讨论之后的治疗方向 台湾感染科刘克森医师说 民众如果有发现自己觉得呼吸很快 没办法喘气非常的困难的呼吸 或者是心跳非常的快速 随时随地都很快 然后站起来有血压比较低 会产生头晕目眩 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免疫力比较弱 就更容易让这些细菌趁虚而入 而且细菌攻击我们体内之后 更可以繁殖得更快 然后造成更厉害的这个发炎反应 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免疫力状况 如果比较不好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担心 这个败血症在这时候就可能会发生 医师提醒预防败血症 平时慢性疾病必须好好控制 健康生活编辑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